在上海有这样一条小河 曾经写入了矛盾的子叶 它就是丽娃河 一条文学之河 诗意之河 华东师范大学 直经在这条河畔生生不息 它的前身 巍巍大夏 意义光滑 开创了华东师大作家群的 文脉之源 形塑了华东师大中文系 自由 包容 多远的品格 培养了戴侯英 沙叶欣 王小玉 鲁光等作家 1977年恢复高考后 华东师大涌现出一大批校园作家 他们大多在工厂农村工作过 生活给予了作家们 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在诗者存 秦古荣 徐忠玉等老一辈作家和学者的鼓励下 不禁声腾起创作的欲望 我的毕业人文就是一本诗集 王小英的毕业人文就是一本小说集 短篇小说集 孙英大概也是他的 我们这些人就用创作代替毕业人文 这个大概也是一个创剧 当时许先生当中文学主人 他定的 受到文学滋养的学生们 将创作带出校园 在全国文学圈内 展露头角 他们从激情一下子喷波出来 带到了课堂上 李先生 他对我是很关心的 去了以后 他一个是鼓励 一个是说你搞创作 但是还是要走点文学理论 他走点文学理论 你对自己可以更有深度提高自己 1982年5月24日 在诗歌浪潮的呼唤下 一群热爱诗歌的年轻学生 集结起来 创造了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文学社团 夏宇诗社 直到今天 怀揣诗情的学生们 仍在夏宇诗社 以诗会友 展现青春的诗情 在这个布告栏里边 我就第一次去吃饭的时候 感觉到就是很多人 围着我那小说在那看 那个是对我的第一次 非常重大的鼓励 就是说你真觉得 有人在看你的东西 他们伸着脖子 一边吃着饭 一边在那读 那个是500格的稿纸 贴在那个墙上 后来徐忠玉先生 还特地写了文章 鼓励学生这样的行为 你想对整个中文系的鼓励 是多少大 所以原来学生们 可能偷偷地搞点唱作 一下子热情学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这样就逐渐地在我们这个年纪的同学当中 就形成了一种爱好文学的风 它的一种对文化的包容 对写作的一种鼓励 包括在学术上的一种支撑 有直接的关系 在这个包容度里面 你就可以找到自己 你靠别人教你 因为不会成为作家的 1995年 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一套 由校友作家创作的选本丛书 首次提出了华东师大作家群的概念 大学对有创作才华的学生是鼓励的爱护的支持的 想方设法让他们成长给他们提供条件 另外作为写作者自身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把基础打得扎实 如果你要写作 那你很多时间是要观察和分析 观察其实更多的是靠这个人的直觉 但是分析靠直觉是不够的 分析其实是靠教养 作为年轻作家 一定要从全新的作品开始 你不要重复别人 你要是开始写作了 你就得有全新的面貌 你一定要生活当中你自己感受到的 人家不一定感受得到 人家看起来牢不起眼的东西 但是你就感受到 你就有感触 你想表达 这个写文学完全是非常个人的事情 每个人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 不管你在怎样的促进下 你能有一块文学的小小的原地 在你的精神世界当中 我觉得那是块非常干净的地方 要阅读 要对文学史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文学是个马拉松 你不要着急 慢慢地跑 你坚持下去 你可以跑 跑到你希望的那个点 华东师大作家群文脉 如同这条穿笑而过的丽娃河 沿着百年的时光 缓缓流淌而来 生生不息 绵延不绝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